字幕 李宗盛 老师 杨坦 拼命 大家好,我们组一织记忆业专想 謝謝 那妳知道他們都是用什麼動物的工具製作嗎 這我倒沒有想過耶 它上面只有寫主要成分是動物膠 那妳有想過這三種產品來製作過程式有沒有經過加熱嗎 好像沒有耶 好像是直接先把幾粒丁泡染就直接加入產品當中 然後丁在冰箱之後就會變成動物狀 那像妳知道沒有經過加熱的食品妳可以直接使用嗎 欸好像這有點恐怖耶 這真的能吃嗎 沒錯這就是本組的研究動機 那動物膠的來源不明真的安全嗎 雞丁直接加入產品中沒有經過加一次加熱 您吃的真的安心嗎 本人就選擇富含膠質的魚鱗以及豬皮來作為研究對象 希望能藉由新鮮的食材提煉出自製的雞丁片 第二點是看是否能代替市售的雞丁 我們研究物體分為四大類 第一類了解凝膠物質的種類及來源 然後運用魚鱗熬製雞丁片之可行性 然後第三點運用豬皮熬製成雞丁片之可行性 第四點了解不同雞丁片加入融物棉花糖中後所比較不同之差異 並且推廣自製雞丁 動物膠上去的話是以動物的生皮骨頭還有肌腱跟身體組織為原料熬製成 那經過水減、萃取跟乾燥之後就是我們使用的雞丁片 它會直接加入產品當中 研究架構的話我們雞丁的製作是用魚鱗跟豬皮 然後我們想說如果把這兩個熬製成的雞丁給混合 就是放在美鳳糖裡面的話會不會更 就是效果會更好 所以我們的美鳳糖總共做了試樣 分別至於雞丁、豬皮跟混合還有市售做了比較 那我們物件的調查有外觀、盤性、口感跟味道還有整體 我們研究了一下文材語科的師生 我們是使用問卷調查法採不盡量的方式施測 總共發放80分問卷,回收80分 回收率為100顆分 那豬皮疾滴的製作過程的話就是先清洗豬皮 然後再將上面的白油去除掉 切成丁放入壓力鍋裡面熬至40分、門30分 過濾濃縮之後烘乾100度6到8小時就會成為極力瓶片 那魚鱗極力瓶片的話跟豬皮極力瓶片雷同 只是魚鱗它清洗的時候 因為可能會魚鱗上面會殘渣一些魚肉 所以我們用果汁機將它跟魚肉分離 然後再汆燙熬40分鐘、燜30分 過濃縮之後烘乾100度6到8小時就會變成極力瓶片 接下來簡單介紹一下棉花糖的製作過程 第一步當然是先測量它的材料 它的材料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蛋白檸檬糖還有最主要的極力瓶片 那測完之後呢就是先將極力瓶片把它泡軟 之後先將糖水煮沸至103度後熄火 這個時候再放入剛才泡軟的極力瓶片 然後再將整鍋的糖水倒入已經打發的蛋白霜裡面 讓它繼續攪拌均勻 均勻之後呢再把它裝到擠花袋裡面 擠成一顆一顆的棉花糖 最後過塞上一層薄薄的玉米粉 靜置兩個小時它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從第一張圖表可以看出 其實有高達91%的民眾並不清楚極力瓶片它的實際原料來源 來自於哪裡它安不安全 就是這麼多人是不知道的 那麼也調查出有76%的民眾 在得知它極力瓶片在使用時它並不會再有額外的加熱 而產生疑慮 那麼這是我們針對我們自製的極力瓶片 然後做出來的調查 我們在彈性上我們自己做的混合它是最受歡迎的 那接下來呢在口感上一樣也是以我們的魚豬混合為第一名 最後呢最後在整體上我們的魚豬混合也是第一名 那雖然第二名是市售 但這也看出了我們自己自製的極力瓶片 它所做出來的產品是不會輸給市售極力瓶片所做出來的產品的 那我們研究發現的問題就是 在我們出自製的過程時 我們沒有將豬皮油去除乾淨 導致我們製作出來的極力瓶片它有知過多 導致它沒有理解的人民 那第二點是我們製製的極力瓶片 雖然比市售極力瓶片蠻軟化 但是結果並不輸給市售的極力瓶片 那第三點是自製極力瓶片在複乾的時候 我們必須很清楚地掌握化後保度 那如果太厚它導致到後保不力的話 那融化的時間會不一樣 那就會比較不好 那第四點是我們在初次製作棉花糖池 那我們照著網路上的方法 在盤子裡面鋪上一層厚厚的玉米粉 然後用蛋殼去挖洞 再把棉花糖擠入洞裡面 然後製作出來的棉花糖底部會很硬 那我們做到自己吃的方法 就是在烤杯子上 鋪上一層薄薄的玉米粉 然後將玉米粉 再將那個棉花糖鋪上去 然後這樣製作出來的那個棉花糖 就會比較好一點 就底部不會那麼結理 那我們結論就是 我們經過調查後受訪者表示 做完人手單線的問題也是剛好我們的 研究動機的重點 那第一下就是 雞丁片在製作動類或牧食產品時 並沒有再經過再次的加熱 第二點就是 市售雞丁片在動物膠的實際來源原料那裡 沒有寫清楚它的成分 這樣的確會讓消費者有衛生安全的疑慮 然後調查結果發現 市售棉花糖的彈性維持性交叉 入口後溢吃不到口感 那雞丁的棉花糖在擠出成型時 支撐度較好 空氣感吃起來會稍微較重 那豬皮棉花糖支撐度較差 吃起來彈性較好 但缺乏回彈的空間 則而雞丁豬皮的棉花糖正好結合兩方的優點 給大眾的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自製的記憶丁片 並不輸於市售的記憶丁片 而且原料來源也能自己把關 給業者的建議 近年來新聞爆出獨立群拔竹毛的造成來源的危險性 希望業者能讓製作過程及物料來源更透明化 讓我們大家吃得更安心 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